1 2 3 Hello 大家好 我是施固井 隔壁這位是趙教授 趙教授回到香港 剛到香港 現在和趙教授吃了餐餐 亦告訴大家趙教授回到香港 之後有機會和大家拍一集特別節目 井仔和趙教授 一起去講講國際時事 因為很多觀眾都問我 趙教授去了哪裏 公幹去了哪裏 都說很想念你 公幹去了一大個地方 現在回來了 趙教授回到香港後 等到時我們準備好些事 可以再去分析國際時事 因為這段時間國際之間 都發生了很多事 我自己都不敢去評論太多 我也不敢 自己的問題就是大家淡淡 是 相信很多觀眾都很期待 因為以前都習慣了星期六 早上聽趙教授的節目 突然之間你就因為公幹 不過都是因為公幹的緣故 所以這一段時間就來了香港 好 這樣說先 剛才我用膽隔膽這個摺地氣的說法 就是因為我看到 最近拜登就告訴國際 他認為他跟習近平的交往是相當長的時間 但是他不覺得習近平 是知道如何將中國推動向前走 所以他真是 我覺得是太沙膽了 因為他仍然會 在過去的歷史記憶之中 是沒有辦法向前看 正因為是沒有辦法向前看的時候 今時今日的美國 就能不能落到金天 這樣的地步 那我們就賣個原點去到這裡 之後關於這些 我們再認認真真看一集 給各位觀眾慢慢看 好 拜拜